据街上集 五岁半的小棉宝死活不叫二舅 这边狼二舅又堵上了刚进卧室的小棉宝 小可爱 叫二舅 啊 二舅 他把腿就往爸爸妈妈窝出 跟撞鬼似的 狼二舅又被弄得一脸猛逼 哭笑不得 刮胡子了 公认的好皮相啊 有这么吓人吗 棉宝因为又被二舅吓了一大跳 惊慌失措地跑到爸爸妈妈卧室门口 这次忘了敲门 一把就冲了进去吧 爸爸妈妈 后面的话卡住了 棉宝抱着小玩偶将在了卧室门口 瞪大了眼睛看着卧室里的情况 落地窗边 爸爸抱着妈妈 在亲亲妈妈 听见孩子突然闯进来的小洞 恩爱的两个大人也吓一跳 顿时尴尬到不行 白静怡急忙从沈志泽怀里弹开了 宝贝 那个 在两个大人还没找到措辞的时候 门口的小家伙很乖巧地说 爸爸妈妈 晚安 晚安宝贝 俩人是真怕小鸡灵鬼 又问出难以招架的问题 棉宝灰溜溜地回到自己卧室 可是狼二舅竟然还在他卧室里 宝贝 这个很酷啊 给二舅晚上睡觉抱可以吗 那是我爸爸买给我的 一听这话 狼二舅很好商量的样子 放下棕熊 又拿起了旁边的公仔 这个也可爱 给二舅晚上睡觉抱抱 那也是我爸爸买给我的 那这个给二舅抱抱 这个更心疼了 这个是妈妈买给我的 那这个 这个是三舅买的 旁边那个是二舅买的 还有奶奶买的 总之就是 狼二舅抢哪个都能心疼死了 棉宝看出来了 狼二舅霸占他的卧室 是一定要抢一个洋娃娃的 他转身拔腿 就往哥哥的卧室跑 怎么了小棉包 小棉包走到他床边 把抱在手里的小兔公仔 扔上了床 然后他爬上去 就霸占了哥哥的大床 那个二舅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乖一点 回他自己卧室去睡觉 只能在哥哥这里躲一下了 沈迷了 想起前不久 老爸跟他说的话 妹妹马上上学了 得教妹妹一些健康教育的知识 融入学校后 不能一天24小时 在家人眼皮底下 所以要给妹妹灌输 自我保护的意识 懂得男女有别 小棉包长得太可爱 谁见了都想掐掐小脸蛋 抱一抱 确实很有必要让他 懂得男女有别 学会自我保护 他连忙把小棉包捞起来 让他挨着他坐好 再次问 只有两天就要上学了 怎么突然不高兴了 难受 其实小棉包想说 二舅霸占了我的卧室 还抢我玩具 可是二舅是客人 又不能嫌弃客人 能不难受吗 怎么难受了 沈亿被他抱着小兔子 喊难受的可爱样子都笑了 这分明就是卖萌 哪难受了 小棉包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小脑袋里不停地找着借口 是因为是因为我看见亲嘴了 因时间有限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左下角小程序 继续观看视频完整版哦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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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